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挑战口味极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酸甜芒果配辣椒酱热带风情的味蕾挑战 二冰冻辣椒葡萄冰火两重天的刺激 三巧克力包裹的酸辣虾 海鲜与甜品的大胆邂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酸甜芒果配辣椒酱热带风情的味蕾挑战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将离开传统的课堂 挑出历史的长河 一起探索一种跨越时空的美食现象 酸甜芒果配辣椒酱 这不仅是一场热带风情的味蕾挑战 更是一次文化和感官的盛宴 首先让我们来一点背景知识 芒果 这个被誉为果中之王的水果 起源于南亚 有着至少四千年的栽培历史 而辣椒 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小红子 则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 才从美洲传遍全球的 这两者的结合 可以说是一场东西方的美妙邂逅 现在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历日延延 你漫步在某个热带海岛的市场上 热浪带着各种香气扑面来 突然 一股酸甜的气息引起了你的注意 那是成熟的芒果 它们的颜色就像夕阳的余晖 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一口 但是 当地的小贩给你推荐了一种新的吃法 配上辣椒酱 你可能会想 酸甜的芒果配辣椒酱 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 但是 亲爱的同学们 这正是热带风情的魅力所在 辣椒酱的辣 不仅能够刺激你的舌尖 还能让你的身体 感受到一种虚寒淋漓的快感 而芒果的酸甜 则像是一股清泉 在辣椒的火焰中 给你带来一丝清凉 这种组合 不仅是味觉上的冒险 更是文化上的融合 它反映了人类对于食物的无限探索 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断尝试 不断创新 最终创造出了 这样一种 既刺激又满足的美食体验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 酸甜芒果配辣椒酱的机会 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这不仅是对味蕾的挑战 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一次深刻理解 当然 如果你不小心辣的直呼救命 记得这也是一种 跨文化交流的体验 只不过这次 是与火辣辣椒的直接对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冻辣椒葡萄 冰火两重天的刺激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深奥哲理的话题 冰冻辣椒葡萄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的组合 它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是一次感官的冒险 更是一段文化的演绎 首先 让我们来解剖这个组合 辣椒 自古以来 就是刺激的代名词 它的辣味能让人泪流满面 同时也能激发出人体内的内非态 带来一种辣中带甜的快感 而葡萄 这个被诗人歌颂的水果 它的甜美和多汁 几乎是所有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 将辣椒和葡萄结合 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它挑战了我们对味觉的传统认知 再来 我们把这个组合放入冰箱中冰冻 冰冻的过程 不仅仅是温度的降低 它还改变了食物的质地和风味 冰冻后的辣椒 辣味减轻 但依然刺激 葡萄则变得更加清脆 甜味更加凝结 当你将这两者放入口中的那一刻 你的舌尖将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冰火两重天 这种刺激 既有冰冷的清凉 又有辣椒的热辣 它们在你的口腔中交织 仿佛是一场味觉的狂欢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的享受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它告诉我们 生活中需要新鲜感 需要冒险 需要不断尝试那些看似不搭的组合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体验到更多的可能性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能发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辣椒在很多东方文化中 是常见的调味品 而葡萄则在西方文化中 有着悠久的历史 将两者结合 就像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它们相互碰撞 相互融合 产生出全新的火化 最后 我想说 冰冻辣椒葡萄这种组合 可能并不会成为主流 它可能只是一种小众的尝试 但它却是创新和探索的象征 它鼓励我们跳出舒适区 去尝试那些未知的可能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冰箱里的辣椒和葡萄时 不妨大胆一试 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记住 生活就像冰冻辣椒葡萄 冰火两重天 刺激无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巧克力包裹的酸辣虾 海鲜与甜品的大胆邂逅 各位同好 今日我们来探讨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烹饪创意 巧克力包裹的酸辣虾 这道料理可谓是海鲜与甜品界的 罗密欧与朱利叶 一场跨越食材界限的大胆邂逅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巧克力的历史 巧克力起源于古代美洲文明 最初是作为一种苦味饮料饮用的 直到西班牙征服者将其带回欧洲 经过加糖改良后 巧克力才开始演变成今天 我们所熟知的甜蜜形态 而虾子 作为海洋的礼物 自古以来就是各种美食的主角 从简单的主食到复杂的烹调手法 虾子都能游刃有余地展现其鲜美 现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 当巧克力这位甜美的贵族 遇上了酸辣虾这位海洋的辣妹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的实验 更是一次对传统食材搭配的挑战 巧克力的甜味和虾子的鲜美 在第一眼看来似乎是水火不容 但实际上 巧克力中的可可汁 能够带出虾肉的浓郁口感 而虾子的微妙酸辣则能刺激味蕾 让巧克力的甜味更加突出 这种组合 可以说是对食材极限的探索 也是对烹饪创意的一次大胆尝试 当然 这样的创新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件只是对传统的亵渎 是对味觉的挑衅 但在这个创意无限的时代 料理界的艺术家们总是在寻求突破 而巧克力包裹的酸辣虾 无疑是这场探索中的一颗亮眼的星星 最后 不管您对这道料理是抱住好奇还是怀疑 我们都应该给予创新的尝试一掌声 毕竟 美食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 而每一次的大胆尝试 都可能是下一个美食趋势的开始 所以 下次当您在餐桌上 遇到这样的大胆泄后 不妨大胆一试 说不定 您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味觉天地呢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几种 化粤食材和文化界限的大胆组合 从酸甜芒果配辣椒酱 到冰冻辣椒葡萄 再到巧克力包裹的酸辣虾 这些组合不仅是对味觉的挑战 更是文化和创意的交融 这些组合的诞生 总是伴随着人类对食物的无限探索和创新 我们喜欢尝试新的味道 挑战自己的舌尖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和惊喜 同时 这些组合也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它们彼此碰撞 创造出全新的美食体验 当然 每个人对于这些组合的看法可能不同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组合太奇怪 无法接受 但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 因为美食的世界就是多样性的世界 只要我们敢于尝试 就有机会发现令人惊艳的美味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大胆的组合 你是爱还是恨 你有没有尝试过类似的组合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让我们一起探索美食的奥秘 开启味蕾的冒险之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